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冲质量 帧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7月21日15.01分57秒 播放流水 21867-688-36B9-9BBC219A91C17B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 战报界也领导一苏您特谢啦 试点湖进行 压烧进球被吹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XWINDOWDATAVIDEOARPUSHV2002GHMUCXDIMGHTTP GTIMG.COMNOOZAPLS 046388167106404800 BIG视频 战报界也领导一苏您特谢啦试点湖进行压上进球被吹 时长约2分3秒 腾讯7月是北京时间 8月1日一场艰难的豪战 最终将苏宗宁凭借里昂的任意球客场一比零战胜河南建业 张爱东表示建业的防守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赛第16分钟 顾操进去前沿看防埃德20 手臂不幸碰到皮球 苏宁获得进去正前沿的任意球机会 苏宁三人站在球前准备主罚 里昂抢先出脚 皮球绕过人墙直奔球门上脚 尽管五眼飞身扑到了皮球 但仍然男组皮球入网 苏宁客场打破僵局 1比0 赛后 企业主帅张外龙首先参加发布会 谈到比赛他说 今天在主场没有取胜 但还是感谢队员在场上全力以赴 也感谢这么多球迷来到现场而求对呐喊诸位 很可惜我们没有看好2号的任意球 罚 手上出现问题 到这么输球 最后 再次感谢球迷 秦义 最后 再次感谢球迷 秦书